夫人醉欣我已久 竟然将这么陈旧之物 贴心收藏 我没有 以后若是想恩爱 那你便堂堂正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侯爷说的是 等夫人的身体养好了 她的记忆也会慢慢恢复的 桂白 有没有人最近跟你说过 你话变多了呀 你话变多了呀 不过我也没想到 我从海坊知道京城的人就是她 还一直在我身边 你说巧不巧 小姐的心上人 真的是宁玉璇啊 我还记得小姐 当初为她写诗 虽然不太通顺 还为了她作画 虽然特别丑 可是小姐 你真的为了追求她 跑遍了天南海北 还失去了记忆 那小姐 你那个特别宝庇的箱子里 也都是宁玉璇的东西了 什么箱子啊 就是你 我想起来了 你怎么什么都记得 这多丢人 那小姐 你之前收集了她这么多 好了 不要再说这件事情 要让府里的人听到我 还混不混 这些事情 就你和我知道就好 不过小姐 既然你已经恢复了记忆 那我们就去告诉她 说你要去寻求你的心上人 然后彻底离开宁府 为什么要离开宁府啊 那 我们就说 你还没有恢复记忆 以后再找机会离开 你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宁府 我都说了我喜欢的人是宁玉璇 宁玉璇就在府里 我哪也不去 小姐 她哪里好啊 她哪里不好了 行行行 我看你是真的恢复记忆了 就你现在维护她的这股劲儿 跟当初一样 是 自从王锦瑶和沈连城相继落马 这海芳的风浪 可以停一停啊 等侯爷的奏撞传到圣上手中 皇上一定会为侯爷 官府圆城 离开海芳 还不着急 侯爷可是有什么事未完成 我想要在这儿建立一个特殊的船舶司 把海芳变成最大的海贸转运市场 侯爷高瞻原主 是海芳百姓之福 是天下百姓之福 不是 这才来海芳多久啊 你就这么会阿谀奉承啊 呃 记住了 少说话多做事 是 侯爷 这龟海号 是不是快修完了呀 已经基本完成了 如果夫人愿意 可以随时回来住 这漆 是不是还得再刷一遍啊 这漆刚耍了 但是夫人刚刚醒来 也不太方便回船上 什么 是不是 呃 侯爷说是就是 莹大人 好巧啊 嗯 我正准备去看念了 好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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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多谢袁帮主的好意 我夫人已经醒了 并无大碍 但是需要静影 若是袁帮主不去打扰的话 便是对她最好的照顾 此话难道是聂老 和宁大人说的吗 我看聂老板是不希望宁大人打扰吗 原帮主还是不要去随意揣测别人的心思 遂隐已暗 我真的 替刘家村的百姓 谢谢你 但若是还有别的心思的话 我想还是 算了吧 本官赏罚分明 若是日后 你交龙帮的兄弟在外面为非作胆 不会因为连过手一次 而对其放任不管 宁大人 如今焦龙帮 早已竟非西别 除恶阳善 是帮内的行事准则 还希望宁大人不要因为以前的恩仇 对焦龙帮有所承讯 海芳就要变天了 元兄若是能带着焦龙帮一心向善的话 未来海芳一定能得一方天定 我是真的 不希望你变成第二个审联者 严谨于此 好自为之 走了 小姐 你快尝尝啊 这汤怎么 这么黑啊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汤啊 这是药 我特意让大夫为你开的补药 你这段时间又是刺杀 又是落水的 我心疼坏了 这是什么呀 鱼 这是小姐以前常说的 多吃鱼可以明目见脑 让人变得更聪明 那把鱼搁在药汤里 这这这这 这个是大夫给你开的房子吗 这是我的主意 我只是觉得这样可以双管齐下 药力加倍 让你好得更快点 你快喝吧 小姐 您 这个味道太难闻了 你自己闻闻 我不想喝 小姐 你以前可是最喜欢吃鱼的呀 你每个月都要跟着捕鱼船 沖海钓鱼呢 然后啊 把最好的最新鲜的鱼 全部快马加鞭 送去京城 给新上人呢 我都记起来了 你不要总说 我为她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真是应该找个机会告诉她 小姐 快喝一口 你好回来了 你好回来了 我真的没事了 你们看 真的没事了 放心吧 嗯 但是 你快过来 让我看看 你真的没事了 没事了 看见你没事 真的太好了 我们这几天 都担心死了 这几天我不在 浩雪棠 多亏了有你们 谢谢啊 别跟我们客气 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放心吧 但是 你确定 你真的没事了 我真的没事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来睡姑娘 我就是 水娘子 你放心吧 大夫人现在可是我们县衙的重点保护对象 无论大夫人走到哪儿 侯爷可就跟在哪儿 我们想见一面都难哪 是不是 你别去笑我了 这几天 你们这么用心 我也不能闲着 我想着趁这段时间 好好研究一下 评价面知 到时候你们都来给我试用 没问题 嗯 其实 我也有一件事情 要和大家宣布 我打算 正式离开水宴居了 真的 然后再去找一处小院子住下 一心一意地做浩雪堂的掌柜 水姑娘 恭喜你 离自己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宁夫人 我应该谢谢你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 什么呀 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恢复所有的记忆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曹公公 皇上 宁大人奏请设立海芳传博司的奏状 已经到了 快念 臣宁玉宣 奏请皇上亲起 海茂行会会长王锦瑶落马 海芳乱乡建平 如此上远不足 以微臣之间 海芳会八方商骨 既是入口也是出口 水路相接于南北二处 若在海芳建议团博司 是海茂新政 以此为国之大海茂千流中 必批天下 必批天下福泽八方 是否有当 扶起皇上圣剑训事 谨复篇俱奏 不 这个宁玉宣 朕果然没有看错的 他此次前往海芳 不光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而且还替朕啃下了这么难啃的一块大骨头 好 若是没有陛下的信任和支持 宁大人这七品县官 也很难在海芳掀起风浪 此次宁卿可算是捅了谭王的钱袋子 谭王肯定要怪罪于宁大人 曹公公 传朕的旨意 即日起 宁卿官赴原职 而且兼任 海芳传博司的一英事务 是 慢着 还有一句话 徐当面口谕 宁卿的一切作为 若是真正的 有益于百姓 能够让我朝 再现新的太平盛事 那么朕会替他 产清 一切障碍 就请宁卿 放心大胆地去干 是 好个皇帝小二 海芳牢牢握在我手中十年 他是个狗屁传博司 便想收回可笑 宁卿的任命已经下发 恐怕以后 就会常驻海芳 你不是说 让他消失在海芳 人不知鬼不觉 我们去做吧 是我说过大意了 没想到王锦瑶比沈连城更废物 没能在官船上杀定宁玉萱 还暴露了自己 不过好在他已经死了 解除了我们的后患 你是在跟我解释吗 王爷息怒 只因宁玉萱实际堵入海芳 我们在京中编长莫及 只能假借他人之手 才频频失手 既然现在 已经撕破灭局 我们在同一擂台之上 那我便亲自下场 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如何把握 那是你的事 本王 只看成果 宁玉萱 我一定要和你斗到底 好好吃 夫人 夫人 侯爷呀 又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 他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是啊 咱们侯爷从小到大 只给您一个人下过厨呢 怪不得这么难吃 小姐你真是不对劲 真看上他了 可不想你 我怎么办 太大了 也好 我怎么办 呢 呀 啊 好 呀 呀 你爱不爱它 爱 所以愈 并不可怕 快闪开 快闪开 千万别碰到我啊 别撞我 别撞我 都给我闪开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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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尝尝 烫到了 刚出炉的枸杞鲜鱼汤 大波 其实 我就是落个水也没受伤 你不用这么辛苦 男子照顾自己喜欢的女子 这是天经地义 你先尝尝 你今天 怎么突然想起来做鱼汤啊 大夫说了 鱼汤能让人耳聪目明 对身体恢复特别有帮助 我为了炖这个鱼汤啊 克服了极大的心理障碍 不过为了你 没事 什么障碍啊 那我说了 你不许吃醋了 你说 就是几年前 有一个女子 每月月初 会在猴府门口放一篓鱼 原来 你早知道了 不知道 那个人不留姓名 也什么都不留 我怎么知道 不过有的时候 他会留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情诗 而且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你怎么知道 那个是个女子啊 这样的事 他总不能是 是 是个男子 那 说不定可能 或许是呢 不过 猴府素来不收 来路不明的食材 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 刘管家每每打开猴府门 都能收到一框臭了的约 而且那些不明所以的人啊 会以为是仇家寻仇 故意来玷污府门庭的 所以 仇家寻仇 啊 我辛辛苦苦千里送鱼 你却说是仇家寻仇 好 既然如此 以后家里谁都不许吃鱼 你 端着你的鱼汤走 我 我熬了好久的 你 我不爱吃鱼汤 走 不是说好了不生气的吗 我生气了吗 我就是单纯的不爱吃鱼汤 你走不走 走不走 我知道了 你就是吃醋了 我 我 撒了 走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是你不让我告诉你的 鬼北大人 您看看这座房子啊 是依山放水 坐北朝南 风水极佳 而且啊 出门就是官道 闹钟取静啊 您再看看 这房梁啊 又高又大 厂量 哎 而且啊 这最棒的是 这后院啊 还有一间空房 将来您二位 要是成了亲友的孩子 在这么大的院子里生活 简直是其乐融融啊 不是房洋啊 你误会了 要买房子的人不说 不 我们我们定了 哎 多少钱 您真有眼光 我呢 就给您俩啊 乘一架 四百两 四百两 啊 能便宜一点吗 这 我跟你说 这房子 潜油水 背靠山 闹钟取静 是我书里最好的一趟 要不是跟您关系好 才推荐给您 别人想买都买不到 只要四百两 哎 你们干嘛呢 这房子我们定了 你们不用开了 快走快走快走 哎 怎么回事啊 这房子不是只推荐给我一个人吗 这怎么多了个买家啊 您别着急 我去主力 我们虽然看上去比你们晚到一会儿 但这房子 我前几天就推荐给这位买家了 按照新来后到的规矩 这房子 我们定了 你们新来的怎么了 这房屋买卖 自然是价高只得 要不 咱再加点 那就四百一十两吧 哎 我们出 四百一十两 我是个生意人 这房子 风水好 我要定了 我出四百二十两 哇 我四百三十两 四百五十两 好 姑娘 你还加价吗 六百两 鬼白 她看中了东西 我不许别人强 马上就起 您还要再争取一下吗 一群疯子 你呀 你真是办事不理 哎 哎 老板 我错了老板 老板 我不是冲人 您真有破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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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夫人和二小姐是怎么了 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小姐的心思 我自然是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 哦 最近你跟夫人鬼鬼祟祟的 你们在干嘛 不用你管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眼下姐姐跟姐夫的关系 越来越好了 姐姐为何还愁为不展啊 好才愁呢 你为什么愁为不展 除了那个大将军还能有谁啊 明明花灯大会上为我放了灯了 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 哼 都是呆卦 哎 清云 不如这样 我找个机会把陶将军约出来 然后给你们制造些独处的时间 真的 啊 但是 后面可就要靠你自己了啊 哎 陶将军 啊 说起来咱们这个同窗 可是好久没见了 一直想要去看你 却没有找到机会 看到你安人无恙的样子 真好 姐姐福大命大 自然风送化节 当然也多亏了姐夫的照顾啊 是你多亏了陶将军的照顾 陶将军 谢谢你啊 谢我 谢我 谢我什么呀 当然得谢你了 清云向来调皮 他在海方 如果没有你的照顾 我还真是不放心 嗯 跟我还这么见外 桑云 这清云呢 是你的妹妹 也就是我的妹妹 这段时间呢 我恐怕还得再忙一些 所以 清云 我就拜托给你了 你可要帮我好好照顾他 好 听到没 你可要听姐姐的话哦 嗯 嗯 那什么 我还有点事情 不然你陪清云逛 我就先走了 啊 嗯 嗯 啊 啊 那桑云 你 照顾好自己啊 放心吧 走吧 陶将军 走 哎 哎 等一下 你们这是去 大人让我们去检查一下 收尾事宜 检查完成了 就可以误归人主 都 都检查完了吗 没有 还剩几间房 需要认证检查 知道了去吧 天哪 要是那个箱子被发现了怎么办 不行 一定不能被发现 上车 没人发现吧 小姐放心 我做得十分一笔 连木许都不知道 嗯 走 嗨 小姐 嗯 咱们为什么要半夜偷偷跑来龟海号啊 你记得你上次跟我收的那个箱子吗 哦 现在宁玉轩还在修缮龟海号 万一让她发现那就糟了 哦 我们得在她发现之前啊 把这个东西给她解决掉 好 走 等一下 怎么了 这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有道理啊 嗯 走吧 把门关上 来 帮我一下 还在 钥匙 这是 就是她 哎 小姐 那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宁玉轩发现 小点声 小心被人发现了 哦 好 那小姐 嗯 我现在就把它拿走 扔进海里 哎 等一下 我这个 是费了好大心思的 不能扔 小姐 你是舍不得这些东西 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心思呀 反正我不想扔 你不扔的话 这些东西藏哪儿啊 藏 好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哦 走 哦 好 老爷 找到了 老爷 解管家 老爷 找到了 什么找到了 记明找到了 哦 他在哪儿 就在京城 不过 似乎 他马上就要起程离开京城 快 带我去找他 老爷 我还查到了一件事 哦 快喝 好 快喝 快喝 好 小姐 你真的不怕宁大人发现吗 夫人 夫人 不好了 夫人 怎么了 后夜已经往这边来了 这些东西绝不能让他发现 藏起来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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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些东西赶紧给我晕走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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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么晚了夫人不睡觉 在干什么呀 没看我在喝茶 赏月吗 赏月 那夫人穿成这样 是要去偷月亮吗 谁说看月亮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我就喜欢这身 这是看不清月亮 我带你去院子里看 不要 我 我今天 腿有点酸 腿酸了 那我抱你去啊 别别别 我不要 我不要你抱 你还想装傻到什么时候啊 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谁的 是 是 是我的私人无凭啦 跟你又没关系 你 你不要管你 我不是来问罪的 我想帮你 我想帮你 你把盒子里的东西换成是我的 这样就没事了 啊 里面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哎呀 反正我是不会走的 我不会让你看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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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房间 有人吗 有人吗 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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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远大哥 大哥 大哥 我是该叫你记名 还是该叫你 龟海一刀呢 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 你可以将这十八年的故事 讲给我听了 你如何会成为 威震四方的龟海一刀 却又为何将近十八年 不与亲生女儿见面 向远大哥 切莫责怪 我一直为与你联系 只是想把自己过去的人生 做一个了断 是为了我的安全 也是为了你的安全呀 为了你我的安全 就可以抛弃亲生女儿多年 不闻不问 却和另外一个女儿 过着逍遥快活的生活 若桑鱼记下有志 桑鱼是谁啊 桑鱼就是姬曼的 同胞姐妹 她已经不再人世了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什么 姐姐死了 哎呦 哎呦 茶都喝光了 还不走 我今天不看到盒子里的东西 我是不会走的 我今天是 桑鱼 桑鱼有人闹事 大夫人的丫鬟桑鱼 和瘟姨娘的丫鬟谈香 打起来了 什么 姐姐啊 是我没有管好下人 回去以后 我一定好好训斥谈香 都下去吧 是 是 是 夫人 小子 这 就是证据 这是侯爷的诗集 这锦囊 也是侯爷几年前丢失的 原来都在大夫人这儿了 夫人最信我已久了 请人将这么陈旧之物 贴心收藏 我没有 哎呀 改天动地呀 不 我是 我是 之前呢 生活节俭惯了 我就把别人 丢掉的东西 收集起来 不然啊 因为夫人的个人爱好 引起了误会 以后若是想恩爱 那你便堂堂正正了 关着我 来 来 来 谈香 若再让我发现你污蔑大夫人 绝不手术 是 温姨娘 好好管管你的下人 是 都退下吧 是 是 你是想看看我跟我夫人多恩爱啊 是 说吧 你别碰我 为什么藏这么多我的东西 说完 还给我 我现在累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 我为我之前 所说的不当言辞 向你道歉 我不应该说你 选男人的眼光不行 你选男人的眼光 特别棒 不要脸 哎呀 你给我 不对啊 这是我多年前佩戴之物 你从何而来 我 我实话跟你说 我现在已经恢复记忆了 你 你恢复记忆了 对 他 好 好 好 我 剩下的心转眼间深秋的夜 行路上谁曾月下留恋 最深故事藏进了醉前告别 擦肩后留下梦中相见 风卷落叶坠不散岁月长洁 炽热的思念从未冷却 两颗心在邂逅覆辟了眷恋 四目相望要怎么形容才真切 那一生陪你轻描陪你淡写 又像随换你回眸换你笑颜 第一次的诺言 花很久的一叶 满天烟火中饮你心的长夜 雨春陪你轻描陪你淡写 陪你渐渐 这样与你轻声与你成全与你湮灭 初时那天 天火那年 天火那年 心愿从就为终会 永不灭 心愿从就为终会 永不灭 音乐 永不灭 灭 ステージ 沉与 翠 海 马 休